中華郵政今天宣布 5月7號到15號這段時間 將會整併台北 桃園 台中 高雄等都會區 共4間的郵局 一個月前還會再通知郵局的儲戶 中華郵政表示 因應金融服務數位化趨勢 中華郵政將會調整合併部分營業據點 原本的服務人員也會改調到 其他的單位服務